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抽 古代放荡不羁的美女杀伤力有多强 路过英俊的公子身旁 直接一个娇臣 假装柔弱暗指山路南爬 接着又露出招牌式假笑 撩拨着另一位公子 轻拍对方肩膀 一个回眸一笑 直接把公子的魂狗走 这就是吉彩 一位狂放不羁的官家小姐 吉彩不仅不拘礼教 还十分自恋 在家梳妆时对着小鸟询问着 看小鸟不回话 吉彩威胁她如果不说自己最漂亮 要把她鸟腿打断 吉彩就是这么傲慢的女子 一大早吉彩就被丫鬟强行带到学堂 和其他贵族小姐们学习刺绣 吉彩自是不愿做这些枯燥的事情 听着身旁小姐说要去赏花 吉彩连忙答应 吉彩气得不行 在听到小姐憧憬着和心爱少爷一起赏花 却不知道如何向少爷表达心意识 吉彩劝她主动出击 小姐嘲讽吉彩太轻浮了 说完就把她晾在一边 和闺蜜们讨论刺绣的事 吉彩不被这一群小姐为待见 她只好愤怒地表设自己不愿做这些无聊的事情 不去赏花 甚至做这些幼稚的刺绣 好巧不巧老师刚好听到这话 吉彩和丫鬟成功被赶了出来 虽然吉彩任性 性格豪爽 但她也经常憧憬着美好的爱情 遇到命中注定的男子 送她亲自刺绣的枕头 与其梦中相会 怀着甜美的憧憬 吉彩进入梦乡 在梦中 她的刺绣栩栩如生 吉彩刺绣时 一不小心把县轴掉落在地 她一路追着县轴奔跑 穿梭在金黄色的花海 河岸 绵绵的雪山 就这样跑过了春夏秋冬 直到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大海 在海岸边遇到了一个男子 男子等了她很久 说完就要吻上吉彩 香艳聊人的时刻 吉彩却被丫鬟叫醒 吉彩怅然若深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做这个梦了 花痴的吉彩一直以为 男子是严峻公子 好友嘲讽她 严峻可是只喜欢恩爱 一听到闺蜜恩爱的名字 吉彩就怒气上涌 吉彩一枕头把好友赶走 正要继续睡回冬觉 就听到丫鬟提醒她 今日严峻也会前去赏花 吉彩立马跳下床梳洗 却在出门时碰到了情敌恩爱 于是塑料闺蜜携手一起去赏花 花旗少女们难掩兴奋 欢快地跳着舞 菜鞋花朵 可没过多久 两位嬷嬷又召集她们来上课 嬷嬷们教育女子们 赏花时一定不要出风头 不让后果严重 当年胡人入侵 专门盯上这些出名的美女 对其施加暴行 吉彩听得哈欠连连 认为战争又不会发生 嬷嬷们太啰嗦 如今她不会想到 未来的自己将会面对何种命运 此时后金之主黄太极正式称帝 前使通报朝鲜 希望朝鲜向其跪拜朝贺 强迫朝鲜使臣屈服接受国书 以时间朝堂震动 战争一触即发 吉彩并不知道这一切 他只想着如何在赏花街 眼睛群芳 吸引俊俏公子们的目光 吉彩一出场 公子们纷纷侧目 他主动调戏 聊拨着遇到的每一个公子 露出招牌式假笑 轻拍对方肩膀 一瞬间公子的魂都被勾走 都紧盯着吉彩 其他小姐们极度的无以复加 吉彩露出得逞的笑容 扭头却看到心心念念的 严俊少爷和父亲在说话 以为对方在提亲 原来严俊并不是向吉彩提金 而是联合大臣们 打算向王上奏折 希望明朝赶走 自称皇帝的清朝胡人们 他们认为明朝才是 天命的拥有者 国家的统治者 这时常贤出现 他的意见与众人相左 不觉得明朝一定能战胜胡人 发出不同声音的常贤 被大家看成异类 无人赞成他的观点 对着他指指点点 吉才也听到了常贤的想法 他对国家大师不感兴趣 只是单纯的不满 常贤与欣赏人严峻顶嘴 关于常贤 大家听到不少小道消息 常贤一个月前来到此处 请求书院先生 收他为弟子 想入私塾 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常贤便与幼童们 一起参加了考试 考试题目为论述节 为合物 可以从臣子的终结 需要遵守的气节 方便入手 听着考官的论朔 常贤手持毛笔 愣在原地 丝毫没有察觉 墨水滴在纸上 常贤十分随行 觉得题目太俗烫 拒绝作答 外界关于他的事迹 穿得沸沸扬扬 又说他本是贱民 花钱买了个身份 假装是贵族 机才发言 应该将这种 不守武德的人赶走 但常贤十分聪明 他从老人们下手 把长辈们哄得哈哈大笑 老人们立即 向书院老师发难 不准他们将常贤赶走 不止如此 常贤竟与脾气暴躁 令人闻风丧胆的 宋爷爷交好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大家还听说 常贤靠卖给胡人烟草赚钱 还与胡人搂搂抱抱 脸贴脸打招呼 恬不知耻的行为 令人折舌 说到不知廉耻 关于常贤的花边新闻 也是源源不断 文言大家立马聚在一起 听起八卦 常贤曾与一位小姐交好 还送给对方礼物 小姐十分害羞 希望常贤早日考上科举 这样两人才能成婚 说完还靠在常贤的肩膀上 常贤有些不解 男女见面送礼物 甚至有些肢体接触 这并不代表两人就要成婚 所谓爱慕之情 只不过是一刹那的感动 人类本身就是薄情的动物 爱慕之情总会随着时间流逝 常贤老早之前 就决定加入不婚族 小姐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种心形词汇 感觉受到了欺骗 她立马呼喊自己的哥哥 来收拾骗自己感情的常贤 听到这里 集彩猜测 其他小姐觉得 集彩的言论不堪入耳 只有严峻被她的发言逗乐 在回去的路上 集彩回味着严峻的笑容 她决定先不回家 利用附近的鞦韆 吸引严峻的注意力 秋千正对着严峻所在的溪谷 严峻一抬头便能看到集彩 集彩想起 春香就是在秋千上玩耍 吸引了梦龙的注意 成为了她的正房夫人 她决定效仿春香的做法 集彩把一条腿踩在秋千上 故意撩起裙子 这样在荡秋千时 裙摆会随风飘扬 裙衬也会若隐若现 集彩故意把袜子拉低 好露出自己的小腿 整理好服装 集彩站上秋千 玩耍起来 这一幕正巧被身在 宋爷爷家中的长弦看到 她被吸引向着秋千的方向走去 身处溪谷的公子们 也看到集彩 见集彩从秋千上摔下 一窝蜂赶去查看集彩的情况 只有严峻站在原地 已经这么多人去向集彩那边 少她一个也无妨 她更想跟心仪的恩爱在一起 公子们赶到集彩身边 集彩娇滴滴的都在地上 张望着严峻是否赶来 但录的尽头始终没有出现严峻的身影 集彩不服气 继续站在有些损坏的秋千上 晃动了起来 她有感觉 多次出现在她梦中的如意郎君 一定会来到她的身边 不远处 长弦来到秋千附近 看着面带笑容 在秋千上飘动的集彩 仿佛听到了一阵稀释之音 这时秋千完全损坏 集彩整个人飞向空中 在落地前被长弦接住 二人四目相对 这一刻长弦心花怒放 这就是属于她的稀释之音 是心动的声音 本集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大咖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 拜拜